这是我目前看到过最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家 当时我是希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的水中分娩 然后你母乳 对我想说这奶粉钱 我老爱我味道四岁半 真的是可以变成多一个人就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在我们世俗的认知里面 其实生小孩本身就是一件费精力费钱又费时间的事情 而我们最近认识了一个三胎妈妈 她却说生了三胎之后她整个人活得更轻松了 其实我是有点不相信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杀过来一起上楼去看看 哈喽 哈喽小女儿 你好 希望不是这个三胎劝退现场 真的好开阔 好舒服 因为她把整个空针都打开了 这里整个的面积是多大 150 150方 而且冻冻板子很实用的部分 挂个钥匙啊 放个零钱啊 就是很方便 要定期的去清理 要不然这个地方就会很乱 开放式厨房 就是对我们孩子的家庭是蛮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做家务的时候 看着外面的孩子 她可以跟我们互动 对 觉得开放式厨房 对中国人真的实用吗 其实我没有觉得她油烟很重啊 没有 明天是会爆炒什么的 对 我们做香菜 我老弄大厨 香菜 三道 我喜欢你的餐桌 因为进来就感觉它的质感很好 也很扎实 这个灯搭的好舒服哦 这是杂物柜 你也是一个书面小龙手 不行 我觉得还是挺乱的 我觉得乱是属于那种打开棍门轰就下来的那种 这个书架墙是爸爸一个人装上去的 哇 一个人 爸爸好厉害 爸爸负责实现妈妈网海中的想法 从梦想到现实之间的一步敲两 她是做什么职业 她是面包师 我们两个职业都是很治愈的感觉 面包师加温柔的催眠分娩师 她其实就是那种特别细腻的男人 然后很支持你 你但凡有勇气去生三个小孩 还是应该要有一个非常能够帮得上忙的左右手 对对 就是你必须得要是搭档 你不能只是说一个人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丧老式的育儿方式 就让很多妈妈很崩溃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种新闻 很害怕生小孩 是 就我们觉得其实人要生小孩 它是刻在基因里的生物的本能 不生小孩其实需要就蛮多的理性 来去克制这种生物的本能的 那像我们其实就属于那种 不是那么理性的人 所以我们会一接二连三的生小孩 你会理解妈妈去做什么工作的吗 好的体验 好像对哦 为什么会去做温柔 催眠分娩师 我生我的老大的时候 我的体验并不好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落魄 最不堪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产房里面 每一个路过我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是医护人员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感觉到有个人经过 我就在那里求 我说求求你干净给我铺吧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 它让我在我转化成为母亲的这个路上 是栽了跟头的 然后到我的女儿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网上看到那个胡英梦 翻译了有一个文章 叫做手考脚料下的美国产妇 然后就介绍了女性分娩的血泪史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经历并不是个礼 我觉得女人不应该经历这些 也开始正好就因为这个契机 所以我就投身来去做了 然后这里有一面黑板墙 爸爸妈妈三根小布链 老三在这里大概这样子 现在我爸妈住的房子 爸妈 这是我目前看到过 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家 因为很多屋主他会把它整的 尘不染 然后我第一次进屋主的家 还看到了刚叠好 什么意思 什么 这广间以后就是给老大 老大的 你又要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等它再大一点 这个迟早都该有的 因为我不可能那么早就直接搬出去 到底不是这个一样 应该讲座过这个门的位置 这个墙是设计成这样 它是一个凹凸的 这里有一个凹 所以这里做了一个柜子 然后另外那个房间是 这边是两个 往回的 对 所以那边是两个柜子 在那边 但这个房间很明亮 它有一个落地的窗户 对 我们的主卧就比较小 比较晚 对 哦 这里有一个衣帽 对 哇 你们的帽卧 其实我觉得就大小刚刚好啊 今天开场的时候我就聊到说 你会觉得有三胎 其实反而带孩子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你觉得就轻松是体现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我可能养老大的时候 还浪费了不少钱 但是从老二到老三 我就发现了 就是随着你知道什么样对孩子是好的 你其实是可以将你的育儿成本忽略不弃的 真的是可以变成多一个人 就只多一双筷子而已 我生老三 对 我再加双 这个花费 零 然后你母乳 对对 我母乳 我们家不用挣奶粉钱 对 我们家不用挣奶粉钱 我老二我未到四岁半 哇 你是怎么做到未到四岁半的 对 母乳对孩子是非常好的 就它是 它的营养是奶粉没有办法比你的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奶粉我也要出门 要扛多少东西 要热水壶 要奶皮 奶嘴 奶粉 对 反正一大堆东西 其实喂母乳是最轻松的 为什么我能够生三个孩子 母乳我也想是帮了我很大的忙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鲜的 运用品 玩具类的花费 真正你到育儿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都是浪费钱 大部分内容反而是在制造教育 和没有效的东西 你说几种吧 让大家闭嘴 就是各种训练杯啊什么的 其实没有必要的 你就是给一个杯子给到它 对我们老三就用这个杯子喝水 他喝得很好 包括尤其更重要的事情是父母的心态的稳定 我们知道对于孩子而言 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重要的事情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去给到他陪伴 给到他爱 给到他自信说 OK我是这个事业上面独一无二的存在 那他自己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根系之后 他自己就会去丰富他自己了 我有了三个孩子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是说这个孩子 他呈现出来的优点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跟父母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你会发现当你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 你总觉得哪些是爸爸的个性 哪些是妈妈的基因 没错 当你有两个三个小孩的时候 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哪来的 是是是 然后就是自己本身 他带有他自己的生命意图来的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特性 他会有他擅长的地方 他会有他的优点 我们每一个人 是去找到我们生命中的热爱所在 你就会知道 只要你坚持去做你热爱度的事情 你的生命就会发光 欢迎醒醒到来 大家醒醒 嗯 欢迎醒醒到来 期待醒醒的到来 我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去告诉大家 其实生孩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是一个特别恐怖的 或者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家庭 迎接新生命成员的一个 很重要的仪式 今天我们要去看的是一个46方的小房子 但里面住了两个男生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它是金属的 它是金属的 好酷啊 我没看到洗手间在哪 感觉都被隐藏起来了 书房和厕所用了一个洗手台 那我也是第一次见 好可爱 这个椅子 你告诉我多少钱 我都跟你讲值 两个一万二左右 还是 那还是 有点贵 好用才是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托优独播剧场 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